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水家郎第三期地方专刊 特别以风吹录像作为主题 透过在地达人引领游客 深入基隆市区巷弄 体验基隆长民的文化与城市气味 其中有隐藏于巷弄中的百年关道 以及位在关道中心点的百年福德宫 现在就透过在地达人 带您感受基隆独特的风 这边是走长民路线 怎样的叫长民路线 就是你一般人 他其实不会一直迁移 他不会来往于台北行政中心 他其实就在自己的生活圈范围里面 那这条路线呢 其实就是一条生活路线 跟着陈昊话穿梭在巷弄中 宛如进入另一个时空的基隆 像这间隐于巷内的百年福德宫 就显现当时商业鼎盛的情况 这间土地公庙 其实它有一点非常特别 它就是它会单独供奉在左右两旁 它会有一个店单独供奉 招财同志跟进宝同志 它其实在一般的庙宇里面 在土地公庙里面 它其实不容易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其实我们在外地 应该也很少看到会有这样子的 因为以前当时这边是商业中心 所以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还是基隆的一个商业中心 那商人都会想要 对 招财进宝 所以就把那个招财同志跟进宝同志 分开单独来供奉 百年福德宫前不起眼的巷道 更是当时台湾第一条官道的起点 其实也是以前的官道的中心点 那它往庙口那个方向呢 它以前是往行政中心的方向去的 那另外一方向呢 它其实是走那个连接台北的主要道路 对 那正前方这条呢 其实它是可以走到那个车站那边去 对 那以前的官道呢 其实它就是泥巴路嘛 以前我们那个其实没有马路 它是泥巴路上就铺着石子 对 让好走啦 就不会失鞋 因为以前的人鞋是穿布鞋 对 那它这样子就比较不会 把那个泥巴沾上那个土杀 那如果从这样子的一个 从这边呢 为中心呢 开始认识基隆呢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巷洞内还可以看到古老建筑痕迹 卡巴蒂于是残存了拱门造型穿堂 与斑驳的墙面就印证了 当时居民就地取材的建筑风格 这个是目前那个基隆上 在卡巴蒂这边一些可以看到比较古老的一些建筑的痕迹 对 那其实卡巴蒂靠清山宫这一排呢 那其实就是你看它的外观 其实就有很多以前的那些建筑的痕迹 那它还保留着那当时的建筑样貌 那这个是用那个我们这边的那个石头去盖起来的 对 这个海边的石头去盖起来 就是它其实有很多的 有没有 沙 海沙 它那个海沙的成分 对 这个是当时的人旧地取材 然后把它盖起来的一个建筑 还有一位一间帕本而成名的哥伦布像也别具风味 赛基隆第三期地方专刊 特别以秋天的风为主题 透过在地达人的私人旅游路线 让游客在凉爽的天气中能像风一样 悠游于大街小巷 感受基隆的长命文化 基隆以来呢 其实它的巷弄文化都非常的丰富 那真正的城市的气味 城市的味道 是由巷弄里这样子带出来的 不管是我们的咖啡或者我们的甜点 或者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建筑美食 其实都是藏在巷弄里 所以透过达人的领路 然后穿越大街小巷 就像风它是一个没有形状 无定型的这样的一个流动的 所以带着大家走入巷弄 那我想这一个可以体验 不一样的在地的风景 从春天的山夏天的海到秋天的风 蕴藏丰富多元城市文化 既国际又在地的基隆 值得拧来细细品味 记者张旗腾 基隆报道 基隆监运到底会不会新建的问题 是吵得沸沸扬扬啊 基隆市议员庄敬盛认为 基隆捷运一定要透过各种沟通和规划 克服困难新建 不但可以让基隆城市缝合 也可以带动基隆市港未来的发展 对于庄敬盛的分析 市长林友昌达巡使表示 忍不住为你按赞 基隆捷运到底会不会新建的问题 吵得沸沸扬扬 基隆市议员庄敬盛认为 基隆捷运一定要透过各种沟通和规划 克服困难新建 不但可以让基隆的城市缝合 也可以带动基隆市港未来的发展 庄敬盛更要市长林友昌记住 不管未来高飞到台北市长 或是交通部长 都不要忘了自己是基隆人这个身份 假设我们废除掉台铁这个路廊 我们以明蛙的方式地下化 甚至我们其他去找所谓的替代 因为我们只要在 在我们南龙路殡仪馆对面的隧道 因为过去之后有八毒铁桥 如果能够在旧市场那一个区块 能够做一个临时暂停 让我们台铁来去在我们施工 明蛙这段时间能够去施工 而且我们台铁能够维持我们的酝酿 让我们通勤处不会让我们这 大概六 你刚刚讲的六七年的这段时间 造成一个很大非常大的困扰 我们可以在市区上面去做接驳 公车上面的一个调整 这边我想应该是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我希望我们身为基隆人 而且我们是基隆港 我们有一个非常优良的天然粮港 基隆港 我希望我们的首都圈应该要连接我们的港口 未来我希望市长你能够在交通部 在提出所谓的这些方案里面 能够去提出我们城市缝合 能够非常去强调这件事情 让我们基隆市的一个需求 能够真正让中央能够知道 不要让他们觉得只是在荧幕上面看 用想象的 实际上要来基隆了解我们基隆人 这样才是能够让基隆更好 因为以后啊 市长你有可能往上发展 有可能交通部长 有可能台北市长 对不对 但这个格局你还是会继续为国家努力 但是你别忘了 你还有一个身份永远撇不开 那就是你就是基隆人 所以你的责任永远在你心里面 不是说你卸任跑了就没事了 我希望能够谨记这件事情 对于庄敬胜的分析 市长林又昌达巡时更说 忍不住为你按赞 庄议员这一番讲话 说实在我非常的感动 忍不住要为你按一个赞 你刚刚的分析其实非常的精辟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要求说 八堵到基隆端的这个方案 一定要拿到地方来讨论 因为你刚刚就讲出 好几样的可能性 这个可能都是交通部 或者是工程规划单位 可能是没有想到的 但只有地方理解地方的人 才想得出这些方案 没有人比我们更熟悉 基隆这个城市 也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 说什么样到最后是 最可行的最有共识的方案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些 我非常的认同 所以很忍不住说 非常谢谢你 然后帮你为你按个赞 林又昌强调必须提出 各种工程方案 为了让后面工程进展越顺利 和民众越有共识 在前面的讨论能够越充分 各种方案都能够提出来 让民众都能够理解 他认为后面工程在进行的时候 就会越顺利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一样也是基隆捷运的问题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在咨询时 就秀出历年来搜集的影片指出 一二十年来 基隆捷运都是纸上谈兵 画饼冲击 市场林又昌反驳说 不要把过去基隆市政府 自己规划没有进展的阶段 算在他的头上 基隆捷运到底会不会新建的问题 吵得沸沸扬扬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还特地配合自己收集剪接的影片 来配合咨询强调 一二十年来 基隆捷运都是纸上谈兵 画饼冲击给市民朋友 从这个一二十年来 在讲基隆捷运 都是一直在纸上谈兵 都是基隆市的市民 都一直觉得说 我们政府为什么 都是一直画饼冲击 给我们基隆市市民呢 基隆轻轨最快一年内开始动工 七点是基隆站 终点站定是南港展览馆站 由于空间有限 台铁将会进入基隆站 有轻轨却失去了最快速的火车 基隆通勤族立刻炸锅 那我再次强调 这些方案都还没有做最后的一个定案 市长都还没有点头通议 它不可能会变成是最后定案的东西 再生说明火车跟轻轨不会是二拳一弹 但是历任的政府都做不到 我们一定会做到 一定要让捷运进基隆 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基隆中运辆捷运决策讨论 似乎已经有一个轮廓 北无辱到八度的路线 有倾听地方的声音 不再占用台铁轨道 与其平行建设 让交通运输分流增加建设效率 社区乡亲也多数认同 这样的电影的决策 但是八度到基隆这一段 因为布地的不足 长期就是难以克服的一个路段 秀玉真的难以理解 为什么政府会一战犯同样的错误呢 八度到基隆一段 在轻轨要取代台铁的时候 基隆人就已经告诉交通部答案了 为什么中运辆捷运还要测试基隆人的底线呢 强迫要基隆人只能够二选一 又要捷运换台铁 不然就没有捷运 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 是故意无事与民意吗 还是政府已经没有能力解决 八度到基隆这一段的能力呢 没有能力解决的事 还推给基隆人 还是打着逃避责任的如意算盘呢 不过市长林又昌大巡师也不客气的反驳表示 不要把过去基隆市政府自己规划 没有进展的那个阶段算在他的头上 桃园机场捷运是从1996年就开始规划 但到2017年才通车 我们基隆捷运从2017年TrainTrain的概念提出来之后 到现在今年2021年 我们的进度是非常非常非常快 那不要把过去我们基隆市政府 自己规划的那个阶段 然后没有进展的那个阶段 算在我的头上 在这几年我相信基隆捷运的一个建设的一个讨论 越来越成熟 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讲说基隆运量不足 也没有人在讲说基隆捷运叫基隆市政府自负盈亏 也没有在讲基隆捷运的建设经费的问题 叫基隆市要出40%要200亿 这些都是过去基隆捷运推动的时候最大的难关 而我在最近这几年一一的突破 杨秀玉也建议 未来基隆捷运规划延伸从七堵接近来 政府一定要做好场站共购的规划 上面新建国民住宅或是社会住宅等等 相信比较起双北的高房价都会便宜更多 吸引年轻人来基隆买房定居 也能够一起发展七堵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今年全运会基隆代表队服装成为议会质询的焦点 基隆市议员陈宜认为这个代表队的服装没有特色 感觉像宗亲会或造势晚会的服装 期盼可以设计出代表基隆的特色 交易处回复 未来会尽可能与基隆的特色结合提供更好的服装 全国运动会就是代表各个县市 那比如说高雄的话 他会写一个高 然后就是画那个山 那花莲的话就是有一个莲花 然后就是代表各个县市 那请问我们基隆的代表服装 一场上秀出全运会基隆代表队的服装 市议员陈宜拿来与身上秀有台湾 和自己名字的衣服相比 身上这件让他觉得相当骄傲 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衣服 我感到很满意 因为就是代表台湾 那又有我自己的名字上去 我觉得我穿这件衣服呢 我会感觉很骄傲 那基隆市的选手呢 他们穿到这种服装 他们并不会有感到代表基隆市的任何骄傲上去 陈怡说 与其他县市代表队的服装相比 基隆似乎没有特色 也没有代表基隆的图案 这个就是像比较高级的工程行 或者是中青会 或者是那个造势晚会 造势晚会应该是 应该是这一件比较亮的 这种造势晚会人家会穿的 就是希望教育处之后呢 不要只是就是消耗预算 然后把就是这种运动会呢 就是让运动选手就是穿了 就是觉得是不是这么感觉 就是代表自己的县市 或者是代表自己 因为一件衣服呢 是代表一个人的层次 跟一个人的品位 那去年我们已经提升到 这样调整之后 一套是1500元 那今年我们继续再有提高 所以今年 易卓您刚刚呈现那一套 一套是2000元 我们是依政府采购法 用公开评选的方式 来做公开评选 那在评选的会场 我们是已经尽可能去挑选 更有基隆特色的部分 那像台北市 他们的确是会有一些 印一些台北的logo这样子 另外要求厂商 因为第一个 他们的量非常大 第二个他们的单价 就是四五千块 那再加上他们的量 是我们的几乎是 十倍二十倍的量 所以他们可以去加印 这样子的一个logo 跟就是相关的一些 就是属于专属那个县市 那如果我们在加印那些东西的话 就会再提高单价 其实相对 对选手来讲不见得更有利 但是我们在评选样式的时候 我们会去尽可能 去能够 可以跟我们基隆的印象 去做结合的部分 那也谢谢一座对于 这个选手服装的关心 所以其实我们跟一座报告 我们明年也在争边预算 所以明年平均 以一年大概 接近六百到七百个选手 来参赛来计算的话 我们明年平均每一套 可以到两千 两千四百元的 这样子的单价 那我们希望说 可以再给提供选手 一些更好的服装 教育出承诺 明年将会在争边预算 提供更有特色的设计 让基隆选手 穿在身上 也能展现基隆特色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另外市议员于三发 在议会直询时 就关心了大五人西 整治中长期计划的 推动进度 在新建制洪池项目中 是否深变呢 市长林又昌指出 目前碍于经费 制洪池与分洪道 恐怕只能选择一个 你现在之前所讲的 大五人西分流工程 跟这个棒球场的 整个仙调重建 下面要做制洪池 还有请人舞下面 要做制洪池 这两个中期计划 目前毫无动静 这个中期计划 大五人棒球场 这个基隆市棒球场 会不会重建 制洪池会不会做 这是我们很期待 关心大五人棒球场 是否能够重建 市议员 于三发 咨询金融市长林又昌 大五人西整治 中期计划 中央对于棒球场 下方新建 制洪池的态度 是否深变 这个中央 要不要给我们棒球场 重新修复的钱 那目前为止 这个 随地数字并没有答应 所以我们 这个没有办法说 只是做一个制洪池 然后上面棒球场的修复 变成我们市政府 自己要负担 那第二个是 现在道伦西的 一个整治方案 基本上 他们已经完成了 这个短中长期的一个计划 中期或者长期 这个等于是分流 分红道的这个设计 跟规划 其实基本上 他们也已经完成 现在就是分红道 还有制洪池 哪一个要先做 那对我们来讲 等一下 我现在只想了解 棒球场制洪池 到底会不会做 没有 我刚刚在讲的是 同一件事情 也就是到底是制洪池要做 还是是分流道要做 这个两个东西选一个 但如果说中央只愿意 当初讲的一个是长期 一个是中期 中期是制洪池 长期才是分红道 是 但如果今天分红道 如果做的话 这个制洪池 其实不一定真的要做 因为这两个 就是棒球场这个会跳票 没有 不是 这个两个东西并不冲突 第一个是说 因为它要做 如果要做制洪池 是要在棒球场下面做 那就变成棒球场要废掉 挖下去之后 做制洪池 上面再重新盖棒球场 如果这一边的制洪池 不盖的话 那我们棒球场就不动 那不动的话 并不影响到我们大五人森林运动员 第二期的一个建制 因为我们并不会去 用到这个棒球场的一个土地 我们是在棒球场的旁边 好 市长请坐 我想我告诉你 当初 当初的总统 跟中初的新政院长 来到这里就说 钱不是问题 钱栽可以出 对不对 现在制洪池这个万一跳票了 我们对大家对棒球场重建的 希望会落空 除了传出中央倾向指示座分红道 两座制洪池将不盖之外 针对大五人森林运动公园 二三期计划 于三发提醒市长 应该倾听地方议员 里长的建议 我希望你们不要说 去请人家凑一些人来 开一个什么说明会而已 而是真的要多请听 我们这些民意代表里长 大家一起来 甚至社区理事长 一起来 大家来 集思广益 譬如说 道人森林运动公园 你们现在第一期完成了 可是当初建议 那个地方没有地方可以上厕所 民众还是只好到草丛里面 去小解 所以这个问题 当初我们的建议 没有采纳 接下来第二期 第三期的工程 是不是让我们参与 让我们提供一些意见 以便说我们以后的森林运动公园 更符合市民的需求 这是我个人 在这边所提出的 这个一点建言 尤其希望说教育处 把这些相关的资料给我们 让我们也能够参与 雨三发说 透过地方里长明代建议 大家及时广益 提供意见 才能让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更符合大家期待 记者黄绍铭 借用报道 我想要月入百万赚大钱 我想不住豪宅开银车 我想要天天杀银银排包 断断吃高级热力 来 现在签下去 你就是人生赢家了 行行吧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应征勾着时 要确认真实性 以免求职不成反受害 西楼市政府关心您 没问题 我现在立刻发email给你 客气带来便利 缴纳地价税 看我一直搞定 现在只要使用行动支付业者的APP 转到税单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完成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多元缴纳管道 也能让你轻松缴纳 线上缴纳一直通 在家搞定 真轻松 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开销 真的很不容易 守护重要的家人 让我们助您一臂之力 基隆市政府 协助就业弱势租群 提供各种协助 各区里办公处 也定期举办真材活动 帮您找到合适的工作 继续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基隆一群喜欢嘻哈的年轻人 最近在惠隆传统市场成立了工作室 除了玩音乐 跳he-hop舞蹈 还在市场内扫地洗招牌 与店家合作推广传统市场的美食 他们用独特的方式来说基隆的故事 为老旧的惠隆市场带来了新活力 整个黑人的 有色人种人权问题 然后到1920年代哈利文艺复兴 开始大量的让这个艺术演化 这些艺术文化的东西开始大量的出现 戏属墙上的嘻哈历史 从有色人权民权运动 到文化复兴运动 谈到音乐艺术 柯景翰和多位基隆在地的青年 成立了妈妈乐团队 商户交流音乐 也关心在地议题 有人跳舞 各自在自己的专场领域创作 工作室地点在惠隆市场楼上 最近他们关注惠隆市场未来发展 开始和当地的商家交流 小龙猫料理体验工作坊 跟在地导览的一个活动的结合 那我们预计使用的形式 操作的模式是说 预计找我们惠隆市场当地的在地店家 拿起了扫把 一边跳舞 一边洗厕所 举动引起了民众好奇 与摊商们的距离 从陌生眼光 慢慢融合在一起 感情更融洽 政府今年推出了 青年投入创业及公共服务补助计划 辅导青年团体及个人投入 而妈妈乐就是成功的案例之一 他们用嘻哈的方式进入传统市场 让传统带来复兴的契机 嘻哈跟文传跟传统市场 其实是大家在印象中是有一定的落差 那我们这是妈妈乐这个团队 那在惠隆市场这个老市场 那利用嘻哈的方式进入到市场 那也跟我们市场的摊商都打成一片 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传统市场复兴的契机 那也希望说有更多这样的团队 那在我们基隆不同的老旧市场 我们针对每一个不同的市场 来做看适合的对象 那能够让每个市场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那我们其实都是各自都是喜欢基隆这个城市 那虽然说只是工作我们在外地 但是我们在对我们自己的跳舞 还有这些哈文化上面 我们是希望说是可以在基隆这一块去给它发育的 惠隆市场是基隆人早年的记忆 虽然不再繁华 但有年轻团队进驻 发展不同的特色 让老市场也有自己的特色 记者黄少民就用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